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未来一段时期内 性别辩论将是欧洲的一个重要问题 司法部长瓦尔加·尤蒂特认为 西亚利会保护婚姻制度和家庭 议会还改变了有关选举名单起草的规则 最重要的变化是在106个单独的投票期中 一个民族党必须至少竞选71名个人候选人 而不仅仅是27名候选人 这也是为了确保政党不仅仅只有少数候选人 以及避免政府对政党的财政支持中获利 在匈牙利一天之内 有107名患者死于大流行当中 并发现了近1900例的新感染者 医院的工作量没有减少 正在治疗7845名患者 从匈牙利的角度来看 这也是一个好消息 他们可以首先向欧盟申请首批疫苗的授权 因此像其他国家一样 疫苗可能更早到达 政府信息中心发言人法尔卡斯·厄尔什 在他的脸书页面上表示 按人口比例计算 匈牙利目前是欧盟国家当中 接受新冠测试最多的国家之一 最近几周在学校 幼儿园 社会和卫生保健机构 以及后来的政府办公室和民政部门 也进行了大规模测试 因此 匈牙利在欧盟成员国中排名第五 已经有超过20万人申请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国秘书多摩托尔侨胞表示 访问的人数仍然很高 许多人想抓住机会 一周前 政府启动了疫苗接种申请官方网站 您可以在那里申请报名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报名已经达到20万人 也就是说 感兴趣的人很多 许多人想要获得接种的机会 政府正在与多个疫苗生产商协商 并且已经预定了1750万支疫苗 只有在疫苗抵达之后 才能够大规模接种疫苗 已经拥有了所需的当局相关许可 许多人正在为此做出努力 我们会及时报道最新的相关信息 今天的休闻节目播送完了 薛压力国家电视台提醒您注意 佩戴口罩保护彼此 谢谢您的合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